4月13号张馨宇发文称被粉丝吐槽 最近发微博太频繁 而且内容都是私生活被指不好 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张馨宇在社交媒体上格外活跃 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晒自己真实日常生活 即使不在宣传期也没有新作品推出 也天天在线营业 与以往一向低调的完全不同 甚至有网友私信他让他少发动态 减少私生活的曝光 对此张馨宇霸气回应 打开微博看见好几个粉丝私信 我说最近发微博太勤快 而且都是私生活这样不好 完全消失状态不发微博的时候 我也有可能在忙碌 可能没有心情 但是这段时间发一些生活家常 也是因为疫情在家 所以每天的生活我也希望是充实的 可以记录的 这没毛病 微博到底是自然而然的分享好 还是逼着我把微博做得很商业好呢 那我完全可以交给公司打理呀 这不是为了我和你们有更多的沟通吗 我得先是我 其次我才是个演员 对吗 我希望你们有更多的沟通的沟通 这边去做丝都没有 可以交给自己的沟通的沟通呎 我们现在就不要去尝试 useless